前交通部长蔡堆 1998年大元空难后与慈济结缘 投入工艺做职工 前国家图书馆长顾敏 著名中文应用专家 多年来发表专业研究与著作不胜枚举 今天邀请有丰富历练的两位来宾 分享他们阅读正言上人 年年三好三愿的读后感想 听听他们在这本书里 最深刻的感动与收获 蔡师兄 蔡部长 各位家人 各位大爱台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们一年当中有四季春夏秋冬 我们一年当中有十二个月份 我们每个月平均有三十天 然后每天 你知道我们每天有多少时间吗 有八万六千四百秒 所以人生如流水 那每一秒钟就像水里面的每一个分子一样 那么这本书期许我们大家在年年在绵缘不淡的岁月里面 在我们在人世间里面 我们多能够遵守三好 多能够有三愿 那么三好三愿 所以这本书是这个书名就非常的奥妙 当然在蔡师兄面前我是搬门弄虎了 我想可能我先是不是请蔡师兄啊 麻烦蔡师兄给我们讲一讲 这个顾师兄非常客气 其实在这个文学界或者是这个所谓的广义的艺文界 这个顾师兄在国家图书馆的时候 大家都已经非常了解 那在这个我们整个词迹或者是所谓的人文方面 那我们曾经也一起了 就是我们为了筹备这个我们词迹五十周年 那我们有一系列的重书了 我们应该是在陆陆续续会出来 那后来我们大家都有共识 就是把这个重书了 我们把它分成所谓的经识子集 那经当然就是佛经了 然后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历史 包含海内外的各个地方的发展 持绩或者是静诗的历史 然后在子的话当然就是可能 有很多词迹的前辈 在这个不管是这个海内 国内或者海外 那可以说这个壁路蓝驴 这些过程应该都要整理 然后最后这个集 当然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意思 或者应该把它这个整理下来的 那我觉得说今天这一本 我相信各位应该是非常有幸 因为这一本书是我们这个月才出来的 可以说如果用我们这个一般比较通俗的话的话 还正热的时候 这个光是印完才装完 那各位我们今天就可以共同了 我们来分享 我觉得说这是蛮有意义的 那我愿意再进一步呢 就是跟顾师兄还有各位来报告 就是我们顾师兄刚刚讲到就是年年三好三院 那这个既然是年年实时其实都要三好三院 所以如果各位从这个书的内容可以看出来了 因为上人在我们这个1983年的时候 在医院动土的时候之前 他就有所谓的三求三不求 那我相信实际人应该非常了解 上人所谓的三不求 就是他不求我们的身体健康 但是求精神敏锐 然后接下来他有讲说 我们希望这个不求了事事如意 因为走各种的菩萨道 总是会遇到一些挫折 但是我们求毅力勇气 然后我们不求我们减轻负担 但是我们求增加我们的力量 有了这个三求三不求以后 我们才后来在95年在春节 可以说上人提出来今天所谓的三院 那我相信只要是刺激了 我们都知道我们希望的三院就是 净化人心 净化人心 祥和社会 然后天下无灾无难 但是要这个三院的话 其实应该是从自己做起 所以我们才会有所谓的三好 也就是开始 我们人人要口说好话 身行好事 然后心发好愿 那这些东西就是刚刚顾师兄讲的 其实虽然讲年年 其实我们应该要讲时时 这也就是这里所讲的年年 实际上也是时时 这是我认为应该有这么样子的遗憾 感恩 真的三好 简单地讲就是说好话 做好事 行善事 然后发善悦 所以这个三好三月呢 是年年三好三月 是这本书的这个书名 但是这本书呢 事实上它在某个方面来讲 它是一个非常容易懂 也是上人说的 我们什么事情要很简单 让人家能够易懂 容易懂就比较能够容易行 所以易懂易行 是这本书的一个主旨 当然我想这方面我们可以 就按照这本书的 这个给我们的一个方向 跟大 我今天就跟蔡师兄来请教一下 那么我想所谓的这个说好话 表面上看很容易 事实上说好话并不是那么容易 为什么 因为说好话不是说说好听的话 这是有区别的 那么当然所谓的说好话 它基本上 它你要有一个 你要有一个善的一个知识 懂得这个善知识 还要有一个 对于对方要有一个善解 要有一个好的一个理解 一个善意的一个方向去理解 那么然后你说出来的好话 那么这个好话才有用 如果我只是表面上 这个词照很华丽 然后表面上 这个都是一些恭维和堆砌的话 那么这个是表面上的好话 并不见得就是一个真正的好话 真正的好话还包括说 我们讲出来这个话 要能够有用 而且要能够有影响力 而且能够有做某一种 这种善进的这个转换 我想是不是请我们这个 蔡师兄能够就你的心得 我们讲就这个讲好话 我们再来推演一下 谢谢顾师兄 其实顾师兄已经切入 我们正言的这个主题 也就是这个言语要非常正确 那上人这本书里面 其实它在这个正言 也就是这个言语的言 占的比重非常非常高 那我愿意再回来 稍微做个比喻 就是这本书跟过去上人的各种 不管是佛典 或者是这个相关的史 它写了很多 或者是要我们去修行 也写了很多 但是这本书有一点点 类似 我想各位师兄姐 或者是社会大德 应该大概都看过 我们上人的净思语 如果我们拿净思语 来跟这个来比的话 其实这本书的内容 有一点点类似净思语 但是他把它的内容 做了某些的阐述 甚至举了一些例子 但是又不失了 很容易了解 因为我们追随上人 我们都知道 上人所讲的 要我们做的 他一定是他先做到 然后让我们可以看得懂 听得懂 以便我们去追随 那在过去净思语的时代 我相信各位都可以看出来 就是大家 有某些挫折的时候 我们看看净思语 心理上总是会振奋 那这本书 其实也有这个特质 那甚至就是 我们视力印证的结果 过去的净思语 是比较属于简短的理 但是这里面 他会举了若干的例子 那所以说我们顾师兄 刚刚讲就是说 我们讲好听的话 并不代表讲好话 那这里面呢 有几页 比如说在我们四十页 四十五页 他讲 执心就是道场 所谓执心就是你认为 对的 该讲的 其实你可以讲出来 但是要特别留意 就是因为我们常常有时候 虽然我们觉得说 我们一番的好心 可是讲了以后 可能会得罪人 或者甚至我们比较熟悉的时候 就会比较孰不拘礼 但是在这里面 上人要我们七分的执心 还是要三分的客气 所以我们返回来 就在这个正言的过程当中 讲好话的过程当中 还是要有智慧 还有适当的场合 可以讲的时候 讲这个不当讲的时候 要留待因缘具足的时候 我们再讲 该你出面的时候 你出面 不该出面的时候 也不能强行出面 我想顾执兄应该更有心得 那我想是不是顾执兄 也可以分享一下您的心得 谢谢 谢谢蔡师兄 的确成如刚才 这个蔡师兄在一开场白的时候讲 这本书年年三好三月里面 提到讲好话 整个书里面大概就将近超过三分之二 都是提到这一点 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 讲话还不容易吗 每个人都会讲话 事实上讲话很不容易 因为你从正面去看它 从侧面去看它 从背面去看它 就是都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个事情 从正面去看它 你要讲好话 你要用词恰当 要不温不火 然后我们才可以 把我们的菩萨道可以传播出去 把我们实际的人文的精神 可以传播出去 这是从正面的来讲 那么从侧面的来讲 也是很不容易的 为什么叫从侧面的来讲 那么善良在这本书里面 举过很多例子 常常你虽然有一颗很善的心 很善良的心 你为它好 像我们常常讲说 有的时候父母很疼爱 子女为它好 或者是说兄弟姊妹之间 都为它好 但你为它好 结果你的表达的方法不对 比如说你比较用 严厉的方法去表达 比如你比较用 比较用苛责的方法 去要求它 像这一些就是说 你的用意是好 但是你讲出来的话 语言它不能够接受的时候 那就枉然了 一切就枉然了 所以你在说话的当中 你的我们讲的举止言行 你说好话的时候 还要配合你的整个的举止 整个的态度 那这就是不是一个 很容易的一个事情 我说这是从侧面上来讲 要怎么样来说好话 但我们还说从背面来讲 为什么从背面来讲 因为说好话 你要有一个根底 这个根底是什么 根底就是你本身 要有这个戒定慧 所谓的戒 就是首付好我们自己的身心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戒 那么你有了这个戒之后 你就要我们讲的 禁师禁师 你就要能够 禁师代表的是什么 就是一个定词 就是一个定词 你能够有戒有定 然后你自然 你就有这个慧命就出来 会面出来就会有这个智慧 所以说话的背后 所展现出来的是 界定慧你的一个修为 所以这就是说 说好话也不是那么容易 说好话是要一直不断地学习 自己说好话要不断地 能够这个精进 我想我就补充我们师兄的话 讲到这个地方 其实讲话需要智慧 听话更需要智慧 这个我讲一个 我自己忏悔的小故事 我今天呢 这个妈妈老菩萨都带来了 他有一点点这个失智 可是呢 当每天早上我们志工早会 薰文化向我回到家 这个喝茶的时候 这个茶可能是我泡的 可能是我家师姐泡的 有一天呢 我家师姐非常忙 但是那一天她还是泡茶 那泡完了以后 我一喝 今天的茶怎么这么涩 我这个口呢 马上第一个就破功了 就没有口说好话 但是一个妈妈九十几岁 她已经有点失智了 可是她出口是什么 她非常善解 她说今天这么忙 她当年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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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修化有想 所以整个 好话 这就是好话 标准的好话 这个智慧听话讲话 都是要有一点点 所以说修行累积以后 最后才有这个 等于是这个得恨 那我愿意再给各位 分享一个另外一个故事 这也是上人呢 在我们另外一本书 去年也非常畅销的 回归清静的本性里面 所讲的 这个其实跟说好话 尤其是有智慧的话 非常有关系 林肯总统在当年 竞选总统的时候 有一个竞选对手 就讲说 他要故意污蔑他 贬低他 他说 你爸爸是一个 这个做鞋子的 鞋匠出身 就是贬低说 他出身很低 但是林肯总统 他回应的时候 回应得非常有智慧 他说没错 我是鞋匠的儿子 但是有一天呢 即使我当选总统 我也没有办法做得 比我父亲还要好 但是这个参议员先生 如果你们家过去 都是我父亲做的鞋子 为你服务 那现在因为 我父亲已经走了 没有办法为你服务 但是我愿意 如果你鞋子坏了 我还是愿意为你服务 所以在这么一个 针锋相对的情况之下 能够用这种方式来化解 其实这也是我们在整个正言里面 非常有智慧的讲话 也就是说 我们不管在什么场合 其实上人的书 或者上人的智慧 其实我们都值得了 可以说借敬学习 这也是我这几年呢 可以说这个收获蛮多 但是真的 有时候我还是要忏悔 感恩 谢谢这个 蔡师兄的这一轮的 非常精彩的发言 他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我们知道 蔡师兄的这个令堂大人 他就非常的 温馨体贴的一个话语 当然在我们讲这个讲话 我们常常也说 因为讲话通常 总不是独白嘛 讲话你总是会 希望你讲的话 至少对方能够听进去 不但能够听进去 而且还可以接受 你所讲的这个善意 所以在这个一来一往之间 怎么样能够让我们 分享人生的经历也好 我们分享菩萨道的这种 慧命精神也好 那么比如说 以我们这个词记来讲 我们常常都说 内修这个成正信实 外形慈悲喜舍 像这些的东西 也很需要我们靠这个话语当中 来这个推广 也很需要靠我们 用讲好话的方式来这个推广 然后还有就我们一般来讲 像我这个年龄 我们小的时候 爸爸妈妈管我们都管得很严的 他就是说我们吃饭不能讲话 然后睡觉不能讲话 所谓的食不语寝不言 那你睡觉 如果你讲话 那你就不能够入睡 不能好好的睡觉 第二天早上就会影响你 要上学的时间 那吃饭也是一样 吃饭我们看 我们坐在我们在这个佛堂里面 男众女众也都规定 这个禁语 禁语是有道理的 因为你一边吃饭 一边讲话不卫生 而且你讲话也讲不清楚 一个嘴巴怎么可以 一嘴两用 又讲话又吃东西 所以像这一种 你说讲话 事实上它就是一个 我们讲一个礼的一个 最早的一个开始 那在这个礼的开始之后 我们如果能够再讲 我们所提倡的所谓的讲好话 我们有善心 我们有善意 我们有善念 我们再把它讲出来 我想这个好话 就是真正的是变成一种的好话 那真正式的好话 我觉得说 这是行菩萨道的 可以说是第一个要素了 不过您提到行菩萨道 各位都知道 这个菩萨道是要走入人群 那不管这个人群 是广义的社会人群 或者是我们慈祭师兄姐的 共同的人群 其实在人群中 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人群中的磨练 那这个中间我相信各位跟我 应该多多少少也有经验 可能别人讲话的言之无心 你听着说不定有意 你就对号入座 然后就开始了心里开始自己磨 磨到最后呢 你可能走不出来 那上人这一本书真的是宝典 他也知道 行菩萨道本来就是相互磨 上人讲的 金刚钻了 还是需要磨了 才会亮 所以在当你呢 因为某一位师姐 或者某一位社会大德呢 讲话 磨到你的时候 其实呢 非常非常简单 就是你心里的 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要执心 然后要善解 这里面好几页 上人就讲 我们要善解 甚至呢 我们还要怎么样 不管对方对错 我们先认错 就可以习纷争 这里面呢 非常明确 所以我觉得说 在上人这一本书里面的 告诉我们 除了要正言以外 更重要 要能够自己找到打预防针 那万一呢 你没有打完预防针 已经呢 中了毒了 你还可以找三知识呢 再来解读 所以我觉得说 这本书呢 确实是可以说 让我们做某些方面 不管是为人处事呢 值得一读 这是我自己的感受 是 掌握虚语 掌握分分秒秒 我们年年如一的 来进行我们 做到我们的三好和三月 我想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只祝福各位 我们更加地努力地 来实践我们的三好和三月 那么谢谢各位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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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在尽丝中感恩 我的心在尽丝中感恩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